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新增了一位境外移入的案例 那481号 宣布台湾再新增一人 从菲律宾入境被确诊 台湾累计有481名个案 7名死亡 目前还有24人住院中 陈时中说明 新增的案481 是6月底到菲律宾出差的 50多岁男性 在8月10号返国 已经掌握接触者18人 我们总共现在掌握 他接触者大概18人 那有两人为同行访台的同事 那五人为同班机的两排的旅客 那接列为我们居家隔离的对象 那其11人同班机的机组员 都有适当的防护 陈时中也再次强调 国际疫情没有趋缓 对于越南从香港爆发新一波疫情 以及纽西兰出现一宗感染源不明的 家庭群聚感染 指挥中心会探讨可能的破口 作为台湾防疫参考 我们决定把越南从这个低风险的国家里面 把它移到中低风险的国家 这次越南爆发的疫情 从社区和医院向外扩展 已经进入第二波第三波传播 当地怀疑疫情和走私人口或豁免检疫有关 越南他们的情形是从县港这边开始有一些社区灵性的病例 在医院当中发现 然后因为旅游的人数非常的多 所以后来就很快的扩散到全国大概至少14个以上的省份或城市去 但它的源头目前其实还没有调查报告出来 越南以及纽西兰都在超过一百天没有本土个案后 重新出现疫情 陈时中提醒国人 即使没有本土案例 风险也是随时存在 再次呼吁民众遵循防疫性生活 新唐人亚特电视林玉堂 环燕林 台湾台北报道